魏老師 主任 各位義工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好 那個 我簡單分享一下 我其實在20年前的時候 我爸爸在民國84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先去上了初中階 對 那時候他就覺得哇 這東西非常的好 就趕快打電話給我 那時候我在台南念書 就跟我說 你趕快去學 台南那邊也會開課 對 那我也聽他的話 就去上課 就去上初中階了 然後我爸是很認真的學員 他回家之後每天都很認真做功課 然後親朋好友 家人 有人不舒服 他都趕快幫人調整 那我呢 不好意思 我比較不認真 我大概一兩個月的認真的時間過後 我慢慢就有點消風氣啊這樣子 然後可是呢 在隔年的時候 民國85年 那個時候我在台南念書 我那時候就是發生了一個車禍 欸 說 也還好 就是我 我就是在學校附近的那個道路上 沒有看得很清楚 就是撞到一台卡車 對 然後 撞上去的時候 後來警察有去量 他說我完全沒煞車 就是我完全其實是 那天 那個路很暗 事件不好 我就是十次 五六十就直接整個這樣撞上去 然後就 我就被送到 欸 台南市立醫院急診 對 那 那天 在急診的時候 我其實是撞到整個人有點 嚇到有點慌掉了 因為就是覺得臉都是血嘛 但是 好像在那邊處理完 也覺得還好就是給你縫一縫 然後我打開看一下鏡子 就覺得牙齒很奇怪 那位置都不太對 而且好像有的牙齒不見了 結果 那時候剛好有尋訪的醫生 就是好像是整形外科的 就說 這個最好留下來再看一下 就是去照一下X光 結果照出來 我想 糟糕了 我可能要處理好一段時間 我以為不見了那個牙齒啊 左邊 右邊各一顆 它就是整個都刺到上面來 就是左邊 右邊 就在鼻子的兩邊這裡 所以 就 然後 除了牙齒 中間這牌其實是位置是亂掉了 等於那個全部都要拿掉 然後我的臉部這裡跟這裡 兩處都是骨折 對 那 接下來就沒辦法就是住院了嘛 我爸爸就從屏東上來照顧我 然後 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真的很感謝我爸爸 我爸爸到醫院之後 他除了講話叫我放心之外 大概我住院的那段時間 每天大概都花一到兩個小時幫我做長生學 除了我受傷的地方以外 因為住住院嘛 整天都在醫院 他就大概就是其他的部位 2 3 4 5 6 7 全部都幫我調整 我那時候就覺得整個人就除了住院在那邊之外 就覺得整個人心就非常的安定下來 然後整個人很平靜 對 然後 我覺得很神奇的就是 復原的狀況真的非常的好 然後我本來撞完之後 整個嘴巴上下唇是腫得像香腸一樣 然後我爸爸就這樣幫我調整 前兩天晚之後 那個腫就完全都消了 就完全都沒有 而且開完刀出來之後 我會發現說很神奇的時候 那個傷口復原狀況非常的好 甚至後來那些疤幾乎是完全是都看不出來 對 然後 我覺得 就是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 現在想起來也是 幾乎是沒有痛絕 沒有那種會痛的回憶 然後就是 後來在台南念書嘛 去台北 其實也有遇到 在醫院也有遇到長生學的義工 對 有很 就是我想省略掉 我後來回到潮州工作之後 就是有人說 潮州的清淨堂有個調整站 就這樣子我又再接上線 然後我覺得那段時間 那邊的師兄師姐真的很用心 有時候我下班很晚 其實是晚上九點半 但覺得如果我那天狀況有需要的話 其實有兩三個人 會讓全部的人的狀況都得到處理之後 就是才解散掉這樣子 對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謝謝 清淨堂的師兄師姐 他們幾乎是 全年無休的在那邊幫大家做調整 那我會再回到這裡上高級班過了這麼久 我是在98年又回去 從 又上了一次的那個初中階段 上了兩次 我會覺得可以再回來 其實真的很重要是調整站 就是調整站 對 很重要 我覺得我們有時間 有機會 一定要多回調整站 可以去幫別人 甚至我們周遭的人 如果有人不舒服 也可以帶他們去調整站 對 那我的心的就是我覺得 除了我們讓身體健康以外 其實長生血讓我們的內心得到很大的平靜 安定 跟平安 對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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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分享